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哉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祝大家2020年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改一個新髮型 選一個適合自己的髮型 今次我會跟大家說說 2020年所流行的男士髮型趨勢 我之後也會有一段關於2020年的女性髮型趨勢 所以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有興趣就去Sweet Hair DoHK看一些女性髮型的文章 其實2020年的男士髮型趨勢 大方向跟2019年有點類似 都是走一些隨性和自然的風格 但在細節上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髮型上可能跟去年的髮型趨勢差不多 但在造型方法或者產品的選擇上會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有比大家平時看的流行髮型趨勢的內容 我就會用兩個不同的角度 分別是風格和長度去跟大家分析 根據長度去選擇髮型 如果你短頭髮就試試做這個髮型 中長頭髮做這個髮型 長頭髮做這個髮型 而根據風格的角度 就是比較新的選擇髮型方法 其實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面 其實我們不需要再太過限要做哪個頭 其實我們應該是做什麼風格 什麼感覺的髮型的話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可能在這個層面下 你自己再因為不同因素的考慮 而去選擇你想要的髮型 首先在風格的部分 其實2020年都很肯定 Red Look是會再度流行的 在19年年底 這兩個月開始 其實Red Look的熱潮已經再度掀起了 那其實2020年都會保持著這個Red Look的趨勢 就算如果你不喜歡做Red Look也好 其實多數的髮型 它在光澤上已經不會再保持著太過流行的眼光 也會帶回少許 shy-shy的光澤 其實如果你想配合Red Look的玩法的話 其實最好在髮型剪裁上 去跟髮型師溝通 盡量在髮尾收輕多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髮尾越輕 你的空氣速感就會越強 再配合Red Look的話 感覺出來就會比較自然 而不是可能你整個頭 一批東西太重 而拿一些產品 甚至可能有些人不吹頭 就這樣拿一些產品 那你的感覺就不是在玩 一些很有感覺的Red Look 而是 好像幾天沒洗頭 基本上如果你的髮型做得好 下一點打底 輕輕吹鬆髮根 下對的產品的話 其實已經做到Red Look的效果 其實就不是那麼難的 反而是有效果之餘 也不需要太大的功夫 那大家記得 Red Look是不等於油頭的 Red Look是不等於油頭的霜 Red Look是水潤感的霜 所以你做Red Look 我不會太建議 其實真的不建議 大家用Pomay或Cray 去做這一類的髮型 建議大家用一些很薄質的 很輕的Paste 或者髮蠟 又或者Gel Base 又或者Gel去做這一類的髮型 就會最輕的 感覺就會最自然 會有這種水潤感的光澤 而不是有油頭 那種很黏的光澤 那之後就第二個風格 過去18年就流行韓系 19年流行日系 那這一年其實日系和韓系 都是不相伴重的 大家都是那麼流行 甚至是已經不會再分得太清楚日系 或者韓系 反而這個油頭 這個風格 這個感覺的髮型 相信這一年已經不會再太流行 那其實如果大家想有一個標準 去分日系和韓系的話 就是用一個少少髮型師 剪頭髮的標準 其實分別就是在於他們的頭髮層次感 但是他們的髮型層次感 都是呈這個片狀的感覺 就好像頭髮看起來 是會看到一塊塊 而且多數韓系髮型 比較有感覺 是會很實正的 你會很清楚看到大概 那個形狀是怎樣 而另一方面 日系的髮型 他們的頭髮 就是觸感很重 所以他的頭髮 你會看到是一束束 一束束 一束束 一束束的感覺 而相對上日 在這些髮型 整個感覺是會比較軟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些照片 感覺不感覺到軟和實正的分別 但是 就像我所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世代 已經有很多東西很模糊 已經不能分得太清楚 作為一個髮型趨勢的片段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日行 這一年大家都會流行 最重要是選擇自己喜歡的髮型 可能對某部分觀眾來說 以上的概念或知識 如果大家有沒有看我的影片 可能會有一點抽象 所以以下部分 我就會很具體地 根據長度去推介 不同2020年都會流行的髮型 如果你是有一把 流行長度 鼻哥畫以下部分的頭髮 我就會建議你 做一些 綠地油或中分的 並且會帶微軟的髮型 如果你去到這些長度 而帶微軟 很自然的造型 多數是頭髮都可以掉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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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類似 我那些 這樣 掉下來 輕微遮住 額角 甚至膝骨 這些位置 就會非常適合 好 如果你是頭髮 墊眉 或者少少吸眼 這些長度 我就會建議 你可以做三類的髮型 頭兩個髮型 就是一向都有流行的 心形頭 頭 頭 五角的髮型 這裡有很多照片 之前我已經 大家在不同地方 或者我的影片 都有說過類似的東西 我看到也不多說 那第三件 就是比較新的 就是一個類似 叫做 可能大家 以前認識的 或是局限 可能在某種 一個流海 放在這裡 最多吹鬆一點 那些髮型 即是可能類似 飛流海的那種 感覺的髮型 我當時很老 但是這一年 所流行 我說是 放鬆風格的 他們的分別 就是他們 頂部的頭髮 除了有層次之外 是會更粗 外國的髮尾 就會向外飛 其實向外飛的感覺 其實我直接告訴大家 其實用直髮夾 夾兩下就已經做到了 那這一類 向外飛 又或者鬆鬆的 流海髮型 就可以給到一個 除了我再強調 隨性感很重的感覺 之外 那這一類的髮型 就會給別人 一種很放鬆 好像剛剛睡覺 感覺 很爛爛爛的感覺 給別人 當然我們真實睡覺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類 放鬆風格 類別的髮型 這一年 2020年 是會非常流行的 無論你是什麼 面型 什麼髮質 都好 做這一類的髮型 亞洲人來說 是最穩妥的 最後 想要一些長度 去到額頭 中間或以上 這些長度的髮型 我就會選擇兩類髮型 第一類髮型 就是方巢 第二類髮型 就是 酷刀 酷刀好處是非常清爽 基本上 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髮型 和你選擇的髮型 夠層次感 如果你不用層次感 其實你不把髮型 是會很暑的 亞洲人來說 可以選擇一些層次感 很強的 啞光髮型 甚至 其實酷刀也可以弄 整件事 不會那麼悶 而做髮型 如果大家 再想多一點的 東西看 可以做一個髮型 壓角 這兩側小頭髮 下來一點 整件事就會特別 就不會那麼悶 就好像這張照片 可能以上的資訊 也很多 我給一至兩句 去總結一下 2020年 最主要就是 隨性 自然 和層次 這三樣 再加 第四樣 如果大家 我很鼓勵大家 嘗試一下 就是 綠色 但是綠色 就是 記得都要配衣服 你不可能 做T恤、波褲、拖鞋 這樣 去做綠色 這樣 就很噁心 所以大家可以 調整這四個 方向的髮型 去選擇 一月內 我都會出不同的髮型 教學給大家 去做不同的髮型 那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讚我的影片 留言 非常注重 就是這樣 雖然馬洛 拜拜 拜拜